中央司机处书记 中央司机处书记 中央办公室主任并计划 国务委员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等一同考察 习近平10月7号离开北京 赴比利时 德国 保加利亚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五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将出席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和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兵国活动 作为国庆60周年庆典的亲历者 无论是回到部队的授阅官兵 还是参与踩车游行的普通人 回忆起庆典那一幕幕精彩的瞬间 他们激动的心情到现在还是难以平复 三军女兵方队的378名队员当中 有281名是从第四军医大学护理士官系里抽组出来的 其中年龄最大的26岁 最小的只有17岁 在阅兵仪式上 他们作为徒步方阵中的第11个方阵 以精准的动作和饱满的精神 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 挺光荣的 生活很多 连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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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航 史涛两兄弟都是步兵方队的队员 一样的个头 一样的帅气 一回连队就受到了战友们的欢迎 大家抢着与哥俩拍照留念 回到部队后 我们约定 要把阅兵精神应运到实际工作中去 带动身边的战友 用一流的工作标准干好本职工作 在群众游行队伍中 簇拥在和谐家园踩车旁 有很多普通的三口之家 三岁半的王泽派 是游行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参与者 游行时 他只能骑在爸爸的脖子上 庆典结束后 泽派的腿麻了 爸爸的脖子又红又肿 但是难忘的经历 让全家人忘记了所有的辛苦劳累 那种兴奋的感觉 直到现在都让一家人回味无穷 看见谁了 胡锦涛爷爷 看见胡锦涛爷爷 还有那个狮子蹲在那上面的那个是怎么样 花鸭 然后通过参加这次活动 我觉得 首先那些小小的那些初衷 就是希望孩子见面大场面 希望培养孩子的爱国主义平常 这些都全部得到了升华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国庆盛典启示之四 文章指出 新中国的六十年 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六十年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阔步向前的六十年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与时俱进 锐意进取 继续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 就一定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重新录噏众漂亮bet 不断开创宏众